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迪来关注 来个咋抱拳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刘汉因为4800万 在天津被小阿世给扣了 这边北京的周小斌 让周大老板的贴身秘书于刚 再次把电话打给天津阿世 不得一把叫做五长顺五局 这边晚上七点多钟 五局这么一看 于刚的电话来了 由于我忙得过头 给忘了这个事 我忘给于刚回了 啪叉这么一击 喂你好 于秘书 于刚说 五局你好 这边下午我请你帮的那个忙 你办的怎么样了 这五局当时一愣 于秘书 这边得三五天的 于刚说 五局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当时五局 心想 你看 这是我们天津政法医把宋平顺 让官一个礼拜 三五天 我给抓下来了 你看 你看我这边 毕竟是我领导 我给打个唐阳去吧 那个 毕竟 叫刘翰这个人 你看 他设计的这个数目啊 比较庞大 啊 这个给点时间 这于刚说数目庞大 这四千八百万在市场上流通了吗 啊 那都没有 那 影响力大吗 这五长顺 这五长顺想了半天 啊 不算大 既然是这样 你五局为什么不当场把这个事给压下去呢 当时于刚就激了 啊 激眼了 于刚 有这个底气 因为他是周大老板的贴身秘书 这边五长顺这一听 于刚激眼了 我本打算给这个宋平顺打个唐阳着 但是现在这么一想没必要了 这不一定是于刚办的实事 可能是周大老板让于刚给办的 我也不能给这个宋平顺兜底了 我的实话实说 啊 也正常 你看 于明说 这边我到现场了 本来吧 这个事 我已经给压下去了 你们的那个兄弟叫做刘汉 我也给放了 但是这个事 被我们天津正法一把 给掺进来了 我也是无奈呀 当时于刚这一听 天津正法一把 他怎么能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事呢 事情既然没有闹大 他怎么能知道呢 啊 这边 说来也巧 我们天津有一个干保健品的大老板 全建老板 叫做苏玉辉 他跟这个宋平顺 关系非常的好 恰巧 他在现场 跟我形成了对峙 这边呢 我也是无奈之举了 于刚这一听 我想 既然是这样 我打给正法一把吧 这个武昌顺 说想 那个余秘书 这边 宋平顺 说放 我马上就照办 于刚当时 也没有回话 夸扎就给挂 于刚当时一挂 心想 办这个事 这么费劲啊 啊 小编 你记住 我于刚计言 把你这个事揽下来了 我必须今天 给你办的明明白白的 当时于刚 拿起这个电话簿 全国政法嘛 全在这个系统上了 巴巴巴一走 于刚这么一看 天津政法一把宋平顺 自己打过去了 你等着我怎么收拾你 这边宋平顺 当时正在北京 开这个一加一会呢 已经啊 在这个会议结束了 这边一看 又一个电话 响起了 这是北京的谁呢 啪啪当时一劫 喂你好 哪位啊 你好 你是天津政法一把 宋平顺吧 哦 我是呀 你是哪位啊 我是全国政法一把 大秘书 我叫于刚 原来是于秘书啊 九阳大名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问你 于刚直接就问了 在天津有一个朋友叫做刘汉 出了一个乌龙事件 拿了四千多万的假币 这边天津 阿师部一把 五常税 已经把银给放了 你为什么跟五常税 过一不去呢 当时 这宋平顺 这一天 你这是来质问我的 对不对 我这个事 要是我自己办 我也就给放了 但是 这个全建集团 老板 苏一辉 跟我关系好 我是替他办事 这边 宋平顺 当时也说了 当人不让 于秘书 你看 你说的可轻巧 四千多万的假币 发生在天津 出现在天津 而我是天津政法的一把 我恰巧也知道 这 他是在挑战法律 于刚这一条 你别跟我提法律法规 我比你都明白 于刚当时 就要拉虎皮 扯大旗了 宋平顺 你给我听好了 你刚才说的话 你是在跟领导过一步去 你是在跟领导对着干 你知道吗 当时宋平顺 一听你把领导 给拉出来了 宋平顺这个人也挺惊讶 当时你看 来了个计谋 这个于刚 话音刚落 宋平顺当时说 喂 喂 喂 于秘书 喂 喂 宋平顺这边自言自语的 我的电话 怎么又没有信号了 当时你看 他这个时候 你看 就把这个录音笔给拿出来 这边准备给录音了 庄稼没有信号 当时录音笔这么一录 这边又接起来 那个于秘书 刚刚不好意思 电话没有信号 您看 你刚才是说的什么意思 您说是领导的意思 老领导的意思 于刚说 你放屁 既然是领导的意思 那我就照办 这边 我 我给天津里面打个电话 不行 把音给放了 您看 您确定 是周大老板的意思 于刚当时在气头上 身为周大老板的贴身秘书 他根本就不能 说就是周大老板 但是每个人 那个马有尸体 银有三级 每个人都有脑袋一夜的时候 于刚说 是周大老板要办的 那我照办 啪啪这么一挂 你看 这边宋平顺把录音 录上了以后 他是有几个选项的 第一呢 这个事 我要给把这个事给办了 如果事情扩大了 是你周大老板办的 我有这个证据 第二呢 要是你鱼缸办的 我正好在北京 参加这个一家一会 我能接触到周大老板 我证实一下 如果真是周大老板办的 我得跟周大老板邀功 你看这个时候 恰巧也是周大老板 给全国各地的政法医 把开完会结束的时候 这边一家一会之后啊 纪委给纪委开小会 政法给政法开小会 这边周大老板 恰巧还没有走 你看宋平顺啊 叮叮来到周大老板的跟前 说这个 领导 领导 大友一下 您方便说两句话吗 周大老板当时 输着大背头 一抬头 什么事情啊 你说吧 领导 刚刚 您的秘书 给我打来电话了 这周大老板 当时一听 我的秘书 鱼刚 鱼刚 现在好像在家陪周小斌 写作业呢 当时周大老板说 我的秘书 我哪个秘书啊 啊 他说叫鱼刚 果然是鱼刚 鱼刚跟你说什么了 这边宋平顺 一瞅身边 还有几个人呢 领导 周大老板 你看这个意思了 周大老板 眼睛四顾一圈 所有人清场 领导 这边 你看 刚刚在这个天津 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个叫刘汉的 持有4800万的假币 在这个天津 进行流动 然后被我们 天津的阿世布 给缉拿着 这边鱼刚 摇球给放了 说是 您的意思 你看领导 我这边 马上给天津阿世布 一把吴上孙打电话 让他 立马把刘汉给放了 这个事 也就压下去了 这边 周大老板 当时这一听 放肆 我的意思 我什么时候 有这种意思了 宋平氏当时 一听下一句 领导 你看 我 我就怕误会 你看我这边 我都有录音 跟鱼刚的录音 您听一听 周大老板 当时一听 你宋平顺 敢录我 天生秘书 鱼刚的音 也就是录 在录我周大老板的音 当时周大老板 出于这个段位 出于这个场合 出于有格局 也就 没有暴怒 还是 强颜欢秀的 把鱼刚 这个录音 听完了 这样 在我国 就是说 这个假币 这个事啊 数量 按数量算 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哇 刘导 那我知道了 行了 你看 周大老板 就把他支走了 回首 周大老板 就要往家走 回到车里 周大老板 一个电话 打给了周小编 哎 小编呢 哎 爸 你在哪了 爸 我宰北市 还在家里了 怎么了 这样 鱼刚 应该宰你那里吧 啊 宰的 你们 在家里等着 我马上就到 啥这么一挂 小编讲话来 鱼刚 那搞什么审完呢 我爸马上就回来了 鱼刚说 马上审完 你看 这边 不一会 周大老板 就敲门了 周小编说 鱼刚 你去开门吧 啊 我那个 有点啊 那什么 我毕竟我刚回来 我跟我爸 有点大处嘛 这边鱼刚说 想 我去开门 鱼刚当时 万万没有想到 这时候 把门一开开 周大老板 张实一见面 鱼刚说了一句 领导 啊 您辛苦了 周大老板 骂擦一下 一个大女巴掌 就给鱼刚打上了 鱼刚当时 下一次反应 隔手捂了一下 周大老板 眼睛一瞪 鱼刚直接 把手又放下来 骂擦 周大老板 又一个耳雷子 给打的 鱼刚当时 都蒙圈了 周小编 这边 心想 这我爸 这么厉害呢 啊 是不是 鱼刚给我 写了这个检讨书 被我爸知道了 啊 这边周大老板说 都给我进去 扒扎把门一关 我问你鱼刚 领导 你是不是给天津的政法 一把送平事 打电话了 啊 这鱼刚这一天 事漏了 那个 啪啪啪 又一下 宋平顺 把你的音 给录上了 鱼刚心想 我这三个耳雷子打的 啊 宋平顺 我找你帮个忙 你却给我录音 当时鱼刚的后巢牙都要咬碎了 咬的不是周大老板 而是宋平顺 你太狡诈了 鱼刚说 鱼刚说 领导 我知道 错了 周大老板说 这北京一家一会 正在开着 我希望你们不要给我节外生枝 这 鱼情 事故 也不是我一个人教的 你们从今天给我消停点 当时周大老板 直接就有把矛头 指向周小斌了 因为这个宋平顺 提到了刘汉 这边周小斌一看 啊 这气氛太尴尬了 你看这个事知道了 我爸就能知道 是我羊鱼刚干的 这边 周小斌当时转移话题 这边周小斌把这个检讨书 就拿出来了 爸 你看我 我从早上 写到晚上 写这一天呢 这检讨书 你看一下 周大老板 当时 有这么一刹那 知道周小斌在打岔 但是你看 他这么一缓 这缓这个检讨书一瞅 写的太感人了 而且 写这么一 一大长篇 周大老板 但当时 看了许一会 有些 有些许感动 一瞅小斌 确实有悔改的机会 当时 就把这个刘汉 那个事 也忘了脑后了 哦 小斌啊 这2007年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也就要开了 你呢 也让我看到了成长 我希望 我希望在奥运会开幕的时候 你会彻底的改掉所有的毛病 然后 周大老板 话音刚落 甩门 多门耳出 这鱼缸 当时一听 一看 这周大老板走了 小斌啊 我得向你学习 我还得写检讨书 周小斌说 鱼缸 你不要气馁 你该写写 但是你这三个耳垒着 我必须给你找回面 鱼缸说 行 我写监讨书 今天晚上我饭 我也不吃了 我气饶了 周小斌说 我也不吃了 你把 天津正法一把 宋平顺的电话给我 当时鱼缸说 给你 周小斌 拿起自己的电话 叭叭叭 也就打过去了 这边一打 宋平顺 当时这么一看 又一个北京的号 喂 你好哪位啊 周小斌说 都没有说你好啊 你是天津正法一把 宋平顺吗 说我是 你是哪位啊 口气咱这么重啊 我是周大老板的儿子 我叫周小斌 现在你立刻把你的 录音笔拿出来 录着音 跟我对话 不是 那个啊 周公子 你爸爸跟你说了 废话 这边你不是喜欢录音吗 我希望 咱们俩见面的那一天 你也能拿出录音笔 录着你的哭声 周公子 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你给我等着瞧 我有你哭的那一天 啪啪 周小斌就给挂了 挂了以后 周小斌把毛头指向了 那个罪魁祸首 也就是唐三的杨树宽 喂 杨树宽 周老板 自打我兄弟到唐三 去拿钱的时候 我认为你杨树宽 是个大丈夫 但是你居然给我兄弟 拿的是全部假钞 这边杨树宽这么一听 周老板 话可不能像你这么说 死盆子也不能像你这么扣啊 我杨树宽跟你兄弟刘汉 已经明确说了 你点好 你验好 你现在拿走了 你发现是假的 你来找我 第一 我杨树宽不接受死盆子 第二 我杨树宽 也不是那样的人 哎 你看 跟你怼得哑口无言 这周小斌这一条 行 杨树宽 我教你嘴用 我以为你是大丈夫 但是 你是让我周小斌 最厌恶的一种人 这样 你在唐山等着啊 把杨树小斌就给挂了 随后周小斌 当天晚上 又要启程 到唐山 去拿捏杨树宽 你看接下来故事嘎嘎精彩 咱们下集 见